好 接待您關心柯文哲嚴押停的最新結果 在剛剛稍早四點半左右的時候 法官預知的最新結果也出爐了 柯文哲確定是延長積壓兩個月 在剛剛稍早的時候 柯文哲的委員律師鄭聲援以及陸正義 兩個人進去聽聽之後沒多久離開 臉色是非常的凝重 甚至呢 詢問結果還表示說 檢察官最大表示說不願意來發言 因此呢 就離開了台北地方法院了 那麼柯文哲呢 從今天上午九點三七分抵達 這個北院來進行開延壓庭之後 檢面工坊呢 是持續激烈 變了兩個半小時左右 在中午十二點的時候呢 律師離開法院並表示說 在四點半的時候就會有預知結果 那麼呢 確實在剛剛稍早的時候 柯文哲還被提訓到了這個庭上 來聽這個裁定的結果 但確定是遭到了這個延長積壓 也就是說柯文哲積壓期滿 原本是預計在十一月四號 現在確定延壓之後呢 將會到一月三號 也就是說柯文哲年底的聖誕節 甚至跨年夜可能都要待在看守所來度過 那麼稍後呢 柯文哲呢 也將會搭上這個五點的這個囚車 來解返回到看守所 其實這整個金華城斌案呢 爭辦以來呢 到目前為止 已經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就算今天呢 柯文哲開了延壓庭 但是檢聯呢 還是馬不停停的 在上午的時候呢 連證署也傳喚了一位被告和三位證人 其中兩名證人呢 是移送到北檢來進行復訓 其中一位就是台北市府建管處的副處長 王金棠 而另外一位呢 則是被在建立證署的時候 訓問完之後就已經請回了 那麼另外一名被告呢 稍後可能還要等檢察官同意之後 看要不要來送北檢來進行復訓 但是呢 其實柯文哲這個延壓庭啊 外界呢 非常多的聲音 甚至也非常關注柯文哲 到底會不會來延壓 但是呢 隨著這個沈慶經 以及映小威 還有彭正生這三個人 都陸陸續續被延壓之後呢 法界也分析說 柯文哲呢 被延壓的距離非常的高 就是因為呢 其實沈慶經的罪責啊 比柯文哲還要來得輕 所以呢 柯文哲非常的嚴重 加上了這個貼身帳房 橘子還沒有回國 所以對柯文哲來說非常非常的不利 也因此呢 延壓結果呢 確定是遭到延壓兩個月了 那麼稍後如果有更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都持續來幫大家掌握 先將時間還給主播